1998年12月5日 中南海淮仁堂 秘书急匆匆地来到了 周恩来总理的身边 和他低声耳语 随后 周总理表情凝重 两久不语 原来在这一天 一架飞机实施 十多人不幸于难 而其中一人 名字叫做郭永怀 郭永怀是谁呢 他的意外离世 为什么让周总理 如此悲痛呢 1968年12月5日 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 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的郭永怀 登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 因为由他负责的 一项国家绝密任务 有了一个重大发泄 他需要尽快回京汇报 傍晚 飞机飞抵北京首都机场上空 就在这时 北京空域的气象条件 突然转换 能见度降低 当时呢 主要是天气情况不好 而在这种情况下 飞行员呢 又把这个高度表给调错了 这就造成飞机降落的时候 处定起火 在事故现场 十几具遗体散落一地 面目全非 通过一只残破的手表 一片眼睛片和一缕白发 同时们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 在场人员无不感到悲痛 郭永怀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 又肩负着什么样的国家使命呢 要解开这个疑问 我们要将时光 倒回到1937年7月 日本侵略军发动 卢沟桥事变 北平被占领 郭永怀就读的北京大学停课 他被迫回到家乡 当起了一名教书先生 每天往返于这小路 看着这块承载着民族耻辱的炮弹皮 郭永怀的内心备受煎熬 曾经他的理想是过上安稳的生活 然而这终生悲壮 苍凉震荣发溃 让他清醒地意识到 山河破碎何以加为 他当时在心里边想 如果每个人都不做点努力 还怎么去救国呢 就在郭永怀开始思考 如何让中国摆脱苦难和屈辱之时 他听到一个好消息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 郭永怀文讯和同学们相约南下 一路风餐露宿 快到昆明时 突然 郭永怀看到两架日本飞机迎面而来 郭永怀和同学们四处躲藏 很多同学躲在墙下 却被墙头震下来的砖砸中头部 当即鲜血直流 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坐在死亡现场 日积四孽 中国人却很难有还手之力 这让郭永怀的内心异常愤慨 于是 在来到西南联合大学后 郭永怀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 从物理学转为航空工程系 学习流体力学 力至科技报国 1939年 郭永怀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 成功考取了中英更款留学名额 然而让郭永怀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留学之路却一波三折 今天在演播室的现场呢 我们请到了郭永怀世纪陈列馆的馆长 李波 李馆长您好 您好 大家好 郭永怀 后来说他的留学之路其实一波三折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39年夏天 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 举行了第七届的留学生招生考试 名额只有20人 但是报名的人数却是多达3000多人 那郭永怀报考的这个力学专业 只有一个名额 就只有一个人 一个名额 那么放榜之后啊 郭永怀和他的同学 秦伟长 林家乔 三个人 以相同的分数并列第一 最终在他们的导师 叶启孙教授和饶玉泰教授的大力推荐下 他们三个人都被破格路去了 然而他们从上海刚上船拿到护照 就得知护照上有日本政府的签证 因为那个时候啊 咱们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签略之下 所以啊 他们看到了日本政府的签证 还签证上还说 允许在腾滨停船三天 并且可以上船游 下观光 就这样啊 郭永怀他们看到了日本政府的签证以后啊 就觉得 我们的国家正在你的签略之下 所以他们就决定全体下船 拒绝出发 爱国之心 对对对 其实啊 在下船的时候啊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也许啊 就再也没有这样求学的机会了 确实这个机会很难得 但是因为全权爱国之心 郭永怀他们还是做出了放弃的决定 虽然这一次机会失去了 但是呢 其实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等待着他们 那当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郭永怀他们是否能够抓住机会 完成自己的求学之梦呢 很快 郭永怀通过努力 得到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留学的机会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 这一天 31岁的郭永怀和同学一起 乘坐俄国皇后号游轮 踏上求学之路 此时 谁也不会想到 仅仅一年后 郭永怀便会挑战世界航空领域 一个棘手的难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飞机的平均时速逐渐加快 危险也随即降临 很多飞机在飞行时 受到的阻力突然剧增 操纵性能变坏 机翼 机身发生强烈震动 严重地会导致飞机接踢 动力提高了 它就可以飞得快了 但是呢 就发现了飞机总出事故 失速掉下来 甚至死的一些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飞机飞行异常 甚至失事呢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 当飞行速度接近升速时 飞机会逐渐追上 自己发出的声波 声波叠加 就会产生激波 这便引起了飞机强烈震动 甚至失事 所以这就摆在 航空工程师这么一个障碍 所以他们把它就叫做声障 当时有很多科学家 注意到了声障这个问题 但谁也不知道 产生声障的临界值到底是多少 只有找到这个临界值 才能从飞机设计上改进 最终突破这个障碍 1941年5月 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航空之父 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 研究空气动力学 他开始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那时候没有很多的计算工具 没有大的计算工具 必须靠它在数学上 这个功力 和它在模型上 这种简化和提炼模型的这个能力 今天借助大型计算机 很多复杂的问题 可以变得很简单 可对当时的郭永怀来说 任何一次小实验 都只能靠自己 去成千上万次的计算 纠正 修改 甚至推导重来 是常见的事情 他说我为了这个 高纸有800页 当时他还给我们笔类 有这么高 用 也是在这一年 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 投下两颗原子弹 清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ei 然后您的目指 你开始多点 加入 看到紫图 感谢 近期 林 静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7年 李沛来这里学习 以色偶然的机会 李沛和郭永淮在异国他乡相遇了 1948年的时候 请他来给中国同学做一个报告 就是关于火箭跟导弹 当然这个对我来说 这是挺新鲜的事 所以我去听了这个报告 1948年春 李沛多了一个身份 郭永淮的妻子 两个人在小镇上 租了一栋花园别墅 生活富足而安定 好像也就是八九百块钱美金吧 一个月 在那个年代就算是很富裕了 此时的郭永淮也迎来了他科研的黄金期 他连续发表了多篇震撼世界的重磅论文 不仅成为全球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还被誉为一代应用数学大师 郭永淮的科研事业逐步迈向巅峰 可大家却发现他总是心事重重 大家总是觉得到国外去读书 就应该回国来 为国家能够做点什么事 使得我们国家的实力加强一些 1949年万里之外的祖国传来一则 让郭永淮热血沸腾的新闻 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期间 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无视警告 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 遭到人民解放军炮击 他们在国外的留学生 我听过不同人讲这个故事 都觉得我们中国人扬白吐妻了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激动之余的郭永淮恨不得立即回国 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 笼罩在冷战阴影下的中美关系 给郭永淮的回国之路 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李佩经常看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在他们家的周围徘徊和偷窥 这引起了他俩极大的警惕 不久 一位美国移民局官员便携带着录音机 登门拜访 这些遭遇给郭永淮和李佩敲响了警钟 也让他们回到祖国的心情日益迫切 可面对重重困阻 他们该怎么做呢 1951年 他的女儿郭秦又出生了 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劝他 你看看 你在美国已经有这么好的荣誉和地位 有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条件 女儿的学习环境也是最好的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回到那个落后的中国 那时候刚刚新中国成立 刚成立 百废待兴 对对对 那个一向温文尔雅的郭永淮 听了这句话就很生气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家穷国贫 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这样吧 一直到了1953年 他到加州理工学院 去看望困境中的 挚友前学生 他们两个人 在加州理工学院 一边互相鼓励 一边互相学习 然后相约 只要美国的禁令一放开 就马上一起回国 所以其实为了回到祖国 他也放弃了很多 也牺牲了很多 因为当时的美国法律规定 未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 和手稿 即便是你个人的成果 也不允许带出美国 为了避免麻烦 也为了表明 他回国的坚定决心 就在他的朋友 希尔斯为他举办的 送行野餐会上 他当着全体 十生的面 把自己积累了十几年 激进成书的手稿 一页一页地投入祸入 这其实是把自己 十几年的心血 全都烧毁了 对对对 当时啊 李沛先生还问他 他说 这东西你为什么要烧掉啊 多可惜啊 回国都有用的 但是郭永怀他当时回答 这些东西啊 都在我脑子里面 我想用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拿回来 留着 反而是个麻烦 就这样到了1956年 郭永怀一家 终于踏上了 回国的船 一下船呢 他就接到了 提前一年回国的 挚友前学生先生的来信 向他介绍了 国内力学研究的 发展情况 并且急切地邀请 他到力学研究所来工作 历经坎坷 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 郭永怀来到 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工作 刚到北京 郭永怀就做出了 一个惊人的举动 这里展示的是 三月非常珍贵的 捐赠文书 捐赠金额48502元 这笔情是郭永怀 回国之前 必卖全部的家当所得 回国后 郭永怀将自己 在美国的积蓄 全部捐出 当时力学所的领导 还问他 全部捐赠了以后 家里生活有没有困难 郭永怀非常坚定 表示没有困难 全部捐赠 他说 这些本来就是 人民的财产 让他回到人民中间去 是理所当然的 他这个行文 真是充分体现了 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科学家的 爱国之心 郭永怀回国后 不仅捐掉了 全部的积蓄 还解决了 两弹一星研究的 一个重要的难题 早在1955年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做出发展新中国原子能事业 研制原子弹战略决策 形象的说 风洞就是把天空 搬到地面上的特定空间里 通过向固定不动的飞行器吹风 来模拟飞行器在空中的飞行 从而发现设计缺陷并进行改进 一件飞行器的成功研制 需要千万次风洞实验 才能做到万无一事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机波管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气体加热到几万摄氏度的高温 这样的高温正好可以模拟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气流情况 而实验的耗电量却非常低 在郭永怀为中国提议开展的几项最具发展前景的研究中 机波管就是最重要的一项 然而机波管在使用中存在安全隐患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量实验 但这项研究本身充满着危险 当年被推荐为机波管研究组组长的于洪如 至今还记得郭永怀说过的一番话 虽然处处谨慎 但就在于洪如他们开始实验不久 意外还是发生了 因为轻奇爆炸毁一些 你在那做得不好它就炸了 烧得不好控制不好或者点燃不好 或者哪个螺丝没有拧好 你就出事故了 它一炸开把那棚子就咸掉了 今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主楼东边的这一排灰色平房 就是当年爆炸的发生地 爆炸发生后 研究组非常紧张 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 锁里也投入了很多心血 可实验却遭遇了事故 谁来承担责任 实验会就此终结吗 出乎他们的意料 锁里不仅没有批评问责 反而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和鼓励 起先余洪如感到很奇怪 后来才知道 是郭永怀向领导们做了工作 已经提前把责任承担下来 郭先生就是容忍 他允许实验中有失败 可以失败 但是只要你的方向对 我就支持你 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之后 激波风洞容易出现爆炸的症结 终于被攻克 实验再也没有出过事故 这个难题在中国人的手中被攻克了 1969年 中国第一座大型高超声速风洞 JF-8激波风洞研制成功 当时中国的导弹 火箭 人造卫星等重点型号飞行器 陆陆续续进入深层次攻关阶段 急需大型风洞的检验 JF-8激波风洞的研制成功 可谓雪中送炭 恰逢其时 而这一切都始于郭永怀的未雨绸缪 1960年 郭永怀临危受命 加入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 这项绝密级的国家任务中 原子弹的爆炸 源于核裂变的能量释放 当时促成核裂变的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枪法 像打枪一样 把一块裂变的材料 在炸药的推动下 高速设想其他裂变材料 并在高压力下产生核裂变 这种方法容易掌握 但缺点是 爆炸效率低 消耗核材料多 另一种为内爆法 用炸药爆炸时产生的强大冲击波 直接向内压缩核材料 触发核裂变 这种方法爆炸效率高 消耗核材料少 但是结构比较复杂 技术难度较大 如果用枪式会出现污染的问题 而且确实枪式虽然你感觉到它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运输的风险很大 内爆是对你的爆红实验 对你的材料设计的难度其实比较大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以内爆法为主攻方向 在研制过程中 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 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内爆法的关键 是如何配置试验所需的炸药 为了保证炸药配比科学 防患爆炸事故的发生 作为原子弹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郭永怀 甚至跑到帐篷里亲自搅拌炸药 坐落于青海省海燕县金银滩草原的二二一基地 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963年郭永怀和其他核武器研发人员 陆续前往青海二二一基地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当时试验的场地多在室外 西北气候变化无常 冬季更是寒气逼人 很多人建议郭永怀留在室内 听取汇报即可 但郭永怀无论如何也不答应 他坚持要去现场 去亲眼看到试验的效果 在指导核武器研制的同时 郭永怀还受聘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参与导弹的技术公关 此外 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 也依然离不开他 郭永怀一人 横跨核弹 导弹和人造卫星三个领域 因此他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 要频繁乘飞机往返于各地 飞机练得非常厉害 后来我就说哎呦实在太难受 我就躺在那个飞机上 我不躺下我怎么办又吐 这种条件 就国内一句话也没有 一生也不疼 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曾经艰难的事业一步步柳暗花明 而郭永怀曾经温暖的一家人 却聚少离多 郭永怀有时候一走几个月都不回家 出于保密需要 也不能说明具体去向 长此以往 李沛难免心生埋怨 在从事国家的事业和陪伴家人之间呢 郭永怀先生做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 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 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 他钟爱的事业 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他的家人 就是郭永怀的侄孙 郭涛先生 郭大叔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 由于工作的原因呢 郭永怀就是经常需要出塞 往返于北京和集体之间 那么少则几天 几周 多则几个月 那么出于保密的要求呢 又不能对 无关人员谈论 我去了哪 我在干什么 包括最心爱的妻子 对 那么经过长期的积累 那么奶奶情欲上产生点波动 也是情侣之中的 李沛先生当时不理解 那么突然有一天 咱们在1964年的10月16号 咱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战爆炸 9 8 7 6 5 4 3 2 1 起步 5 这以后他就理解 今天在我们的陈列区呢 还放着这样的一封书信 是郭永怀当年给他的女儿郭琴 手写的一封信件啊 二位嘉宾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是什么情况 他给女儿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郭永怀只有这一个女儿 因为不能长期地陪伴他 他有一次就对女儿说 那么你如果想爸爸了 你就看看天上的星星 我在那里看着你呢 那么1968年 年仅17岁的郭琴 到内蒙的一个农村 插队 郭永怀亲自把他送到车上 那么10月初 郭永怀就去到了基地 221基地 参加一个新一轮核实验的准备工作 那么郭琴给他回了一封信 要求他给自己买双棉鞋 让爸爸给自己买双棉鞋 因为那个时间 内蒙已经非常冷了 那么郭永怀爷爷收到过情的信后 就写了这封回信 这封信呢 确实是情深义重 但是在这里面啊 我们得问问 最后您的爷爷 郭永怀先生满足女儿的愿望了吗 这双棉鞋买了吗 非常遗憾的是 最终没有买成 最先 他们不知道女儿穿 多大的鞋 多大的脚 买多大的合适 后来 他想 估摸着有多大 哪怕买大一点 凑合着穿 那么他到七弟子商店里 看了一下 没有找到 合适的 其实他 去到了很多地方 都希望能够 想办法弥补上 对女儿这样的一个亏欠 但是没有想到 仅仅就是一个月之后 一件意外事件的方生 让这双棉鞋 竟然成为了一个 永久的遗憾 1968年12月 在221基地连续苦战数月之后 我国的热核武器研制 获得了重大突破 为了能尽早回到北京 投入后续研究工作 郭永怀坐上了飞机 他每次要回来 大概都事先 给我打一个电话 告诉我 大概我是 那个什么时候到 可是那天呢 就一直就 就没到 我就很奇怪了 李沛心中有些担心 但他安慰自己 或许郭永怀 有别的事耽搁了 终于静悄悄的 楼道里传来动静 紧接着家门 被轻轻扣响 李沛急忙跑去开门 来人却不是郭永怀 呼噜呼噜的 就来了好几个人 就都是这个 有力学所的 也有这个科学院的 那我就觉得 这事很糟糕了 来人告诉李沛 郭永怀不幸遇难 就是到森林药院的 那个挺直房 我师母在那 我一看郭永怀烧着架 架子 一个骨头架子 当时觉得很气凉 没想到 我原来想象的是 是非几个出事的 这个遗体在那 认得好好的 结果一看就这样 烧着一个架子 哎呀就很想象不到 曾经相依为命 相濡以沫的丈夫 此时却撒手人寰 妻子李沛无语凝夜 那一夜 她久久在黑暗中凝视夜空 彻夜不眠 既无语 也无泪 当天晚上 所里头派我 和另外一位女同志 去陪伴李沛先生 今天晚上是我的责任 需要安慰 就安慰她 如果李先生想不开 要做什么极端的动作 必须马上跳起来 把她抱住 就这个样子 就到了天亮 慢慢到了天亮 她绝对没睡着 偶尔一声叹气 一点动静都没有 躺在那一点动静都没有 心想她哪怕哭出来 插队边疆的女儿 多么盼望 盼望着爸爸能送来一双棉鞋 帮她走出草原的漫漫寒冬 而直到生命的最后 郭永怀没有来得及 满足女儿那个小小的请求 那些在科学领域求之若渴的学子们 多么盼望 盼望着 这个永不为难的先生 能够解决更多更多的难题 带着他们一起跋涉书山学海 探求无限的未知 然而 她却匆匆离去了 听到的时候当时 大家都不说话了 大家知道 但是当时只感到悲痛 好像一个柱子不见了 说谢谢国家长 我谢谢你都很难过 这个我在北京 我没回来 这个听说 家乡人不信 就是国有怀美牺牲 他一个精神呢 就觉得 这么有名的人 怎么去牺牲呢 我有时想起 跟他在一起的情景吧 就是说 跟他讨论问题啊 那个 尤其是 当然除了学科上 他也有我完全任务以外 在生活上 他能这样关心我 那时候是很少的 郭永怀就这样离去了 留给人们无尽的怀念与哀思 郭永怀的爱国热情 那就像他点的那一趟火 当然 最终他自己 也在那一趟火当 让我们牺牲 这是郭永怀的爱国热情 为祖国燃烧 最后燃起的自己 1968年12月27日 也就是郭永怀牺牲后的 第22天 中国第一枚 可用于实战的热核武器 试验成功 实现了清淡武器化 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 更加牢固 郭永怀的梦想 终于实现 朋友们今年是郭永怀先生诞辰115周年 前不久呢 他曾经工作过的中科院立学所 把郭永怀先生自传的手稿的份件 捐赠给了咱们郭永怀世纪陈列馆 那今天在我们的陈列区呢 我们也展示了这份复制品的一部分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也是这份手稿 首次在媒体进行披露 李官长 这部分自传的手稿 是郭先生什么时间写的 当时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写出了这样的新生 这份自传的手稿 是郭永怀先生1962年写的 他那个时候 他为了加入党组织 入党时的一个写的一个自传手稿 表达了他科学报国的初心 那么我想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一个核心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的同事张书岳 为大家朗诵这份自传手稿中的一部分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美国在留学生中也进行了摸底工作 表面上是了解这个人的去留 其实是起威胁作用 要大家表示不愿回国 我当时表示 中国是我的祖国 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 1956年回国以后 看到全国人民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已经实现历史上未有过的空前大团结 国家的建设也是蓬勃地展开了 过去多年共产党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事业 都已经破坏了 我实现了 中国人民现在真是站起来了 这是我万分高兴的 我常想 我常想 如果不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党 这种患难与共的精神怎么可能发生 经过这一段生活 我终于感受到了 党的温暖 亲切 最终加强了 我依靠党和投靠党的决心 我认为 一个伟大时代的人 如果他能为党的事业 做出点滴贡献 将是他 莫大的幸福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 拍摄于2007年 在钱学森96岁生日时 李沛前去探望 1996年 李沛和郭永怀的爱女郭勤 身患癌症去世 无人知晓 中年丧夫 晚年丧女的李沛 经历了怎样的孤独和无助 然而 料理完女儿的后事 李沛没有休息调整 依旧像往常一样 提着一台录音机 按时来到讲台前 继续收客 他自己一个人独自 在这奋斗到最后 一息 我觉得他很不容易 1999年 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23位功勋科学家中 郭永态是唯一一位在我国核弹 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三个领域 均做出重要贡献 均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晚年时 李沛先生把郭永怀的两代一星勋章 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把自己和郭永怀的60万元积蓄 也分别捐给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因为李沛知道 如果郭永怀在世 他亦会如此 郭先生说的我就是做扑务师 让你们年轻人一代两代成长起来 所以我想他也是在做这个事情 2017年1月12日 李沛先生去世 享年99周岁 同年4月5日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为郭永怀与夫人李沛 举行了骨灰合葬仪式 相隔半世纪后 这对一生中 巨少离多的科学抗力 终于永距 第二年 国际小行星中心 将两颗小行星 分别命名为 郭永怀星和李沛星 当年 郭永怀忙于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生 年幼的女儿郭琴 曾在生日时向他讨要礼物 郭永怀望着满天繁星 满怀愧疚地对女儿说道 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 那就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 现在 他化作天上的星星 永远陡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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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的女儿 也永远深情注视着 他深爱的祖国 今天我们为郭永怀树碑立下 用他的名字 命名宇宙中的星宿 我们所纪念的 不只是郭永怀的学识与成就 更是他对民族命运的权权之心 对故土山河的滋滋之念 对国父民强的阴阴之望 郭永怀将自己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生死相依 至死不渝